《选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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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擺那個是什麼姿勢 沒有 我想這個姿勢 是只有我才有這個資格擺的 因為對譯的話是 永遠第一的對譯 你看從小的話 我當這個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就是最年輕的市議員 後來到了南投縣的話 連任兩季 都是被評為第一名的縣長 尤其是你看 我在南投縣長當第一名縣長的時候 那個陳定南先生 就是現在代表民進黨選省長的 那位先生 他還不過只是第二名而已 如果說 選他就算是像能夠變青天的話 那就不知道 如果敦翼上台 就不知道是變什麼天 我請你看 這個敦翼到哪裡都是第一名 所以你看 這個從南到北 從頭到尾 是不是只有敦翼擺這個姿勢 擺得最好 或再擺一次 第一名 第一名 不過你打官司被告也是第一 我想這個第一 我想這個第一的話 我就不要太去提他的 因為這個樹大本來就會招風 何況是到了選舉 這個選舉官司特別多 我想今年又是特別多 光是敦翼的話 你看就吃上了五件官司 你看為了選舉吃上五件官司 我是不是很糗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有一個說我什麼 這個後援會幫我辦了這個摩采活動 就要叫做要告我去 他說什麼我是會選 我想敦翼的話 這個主持市政的話 一向有一個原則 就是取之於民就要用之於民 既然這個機車是從民間摸來的 不是 從民間木來的 就要讓人民把它摸回去 現在其他兩黨都已經有副市長人選 你副市長人選到底是誰呢 我想講到副市長的人選的話 我想我就有一個比喻 因為這個副市長的話 就好像是市長要生小孩 你看兩黨幾個黨的預產期 都是不一樣的 你看像另外兩黨民進黨的話 他們預產期的話就是在選舉前 那我們國民黨的預產期 就會是在選舉以後的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民進黨的話 他們你看他們提了一個 副市長叫做陳哲男 他們是生男的 所以是哲男 新黨就要跟他們作對 就提了一個哲女 就是提了一個女性的一個副市長 所以他們是一男一女 那至於敦義將來的副市長 到底是會生男還是會生女呢 我想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這個敦義希望能夠生的是 一個三胞胎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雄市你看這個家族很多 像什麼陳家王家租家 如果說我只生一胞胎的話 送一家是不夠的 如果要在這個時候決定 我想只有一個最公平的方法 就是大家來摸彩鱗 裡面有男有女各家都有鱗 不過為鱗公平起見鱗 我想不要由我親自 由我市長親自來動手摸 我想請我們這個漁夫來摸好不好 當然漁夫不是摸魚 而且都是 你們摸出一個很好的特價鱗 我們私目裡帶鱗 漁夫你摸到誰了 怎麼摸到鱗大白沙鱗 怎麼是不是徐曉丹小姐呢 徐曉丹小姐你好 徐曉丹小姐你好 不是我摸妳 不是我摸妳 是漁夫摸妳 是漁夫摸妳 不重要啦 我想既然妳都上過我 對 電台節目 講清楚… 其實滿意足了 妳這麼快就滿足妳 沒關係 那妳那個下一個 還會要誰上妳的節目呢 要不要上一下 有… 跟電台節目啦 我想…徐曉丹 現在上誰都不重要 不是 我的意思說 現在選誰都不知道 最重要是這個市長的話 一定要選1號No.1的吳敦毅 來 我擺一個1號No.1的姿勢 給大家看一看 來 1號No.1的姿勢 1號No.1不吳敦毅 妳這姿勢太吵了啦 來 我教妳 這一個 不要做… 好 看來這個支持國民黨的朋友 有開始在打電話囉 OK 打電話趕快要時間來不及了 那麼我們知道今天呢 這個張俊雄最近呢 他的這個總部啊 遭受到一些這個 不明難事的這種自擾 那麼目前自由時報記者 已經在趕到現場裡面 那麼訪問了我們最新的消息 我們現在請自由時報記者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話 你好 我自由時報高雄記者李景全 是 那現在針對張俊雄進行總部啊 今天凌晨這個 發生疑似造暴力事件 那現在那個檢警方啊 正在針對這個 落網的五位嫌患 以及那個當天晚上啊 在那個進行總部那個 附近街頭展開追讀 而發生衝突那個 天龍無線電計程車司機 然後傳訊到案說明 這個案情呢 將可以查那個真相打白 那麼目前的到底是 為什麼原因呢 起了這些衝突呢 因為是當初來講 是雙方面發生那個 車禍差狀的時候 然後那個天龍那個 無線電計程車司機 就呼叫其他的友台 然後叫東那個其他那個 天龍無線電的計程車司機 一直趕過來執言 OK 那麼張俊雄那邊 有沒有什麼說法呢 張俊雄這邊的說法就認為 這個是一個選舉暴力事件 是 那麼他們有沒有什麼這個活動呢 準備做什麼樣的活動呢 那他今天早上十點鐘 那個高雄市全體公職人員 包括那個立法委員 李慶雄 葉耀蓬 陳光復 朱新 好 並且要求那個限期破案 並且公布這個五位相關的那個背景 那還給高雄市民一個那個 安全無益的一個環境 OK 好 謝謝您 請您繼續注意這個事情 那麼我們知道呢 選舉期間有很多這種選舉的假期 那麼是哪些假期呢 休息一會兒我們去度個假 選舉到底有沒有假期呢 據信傳 KTV火災傷亡嚴重 台北市長黃大都說 公共安全沒有選舉假期 選舉活動還沒正式開羅 候選人旗幟到處插 文宣廣告到處貼 鞭炮聲噼噼啪啪 環保署也說環保沒有選舉假期 你告我 我告你 打官司恩變成選舉花招 候選人競選總部三天朗頭被砸 政見會場警力動著一兩千人 人民保姆忙選舉去了 法律治安可也放選舉假了 我們不可能有法律跟治安的假期 我們一體適用的這個法律 是絕對要貫徹到底 度數警力以達到 維護治安的目的 宣傳進化治安環境 這就是一個難定人民生活的 這個大前提 中間發表會的這些會場上 有大批的警力來維持這個秩序 這是因為應有這個實際上的狀況 那麼也是因為選委會也希望 大官都說沒有選舉假期 但是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行政主管 為了保住官位都走出辦公室 服選去了 長官不在家 辦公室都快停擺了 連反對黨的候選人都可以趁虛而入 狠狠地掃他一趟票 我是趙少康來看大家 來得辛苦了 官員下班服選是義務 上班服選就可能涉及行政中立的問題 國民黨主席李政委先生和宋楚瑜好專人 他能夠越過山越過海越過人群 高高再上下飛來飛去高來高去 這也不公平 不是說提供給他做專機 一天二十小時隨便他怎麼用 他一定要利用我們情務的空檔 每一個人對於如何運用政治資源 都有他不同的見解和測量標準 只要他的運用合於法律規範 你就沒有話講 違法你立刻去檢舉他 平常罵行政院罵著最兇的立法委員 這會兒也都點點沒聲音 為了服選 立委也不管法案堆積如山 乾脆決議暫時停會 等到選舉完了 大家再回來立法院加班趕審法案 選舉時也是言論假期 臭幹狗 國台罵通通出籠 和台下選民互相破口大罵 對方的媽更是義無反過 如果民進黨不制止 不譴責他們自己的支持群眾 做這麼樣有傷大牙的動作 朱高正以還擊是非常正當的 選舉時四處流竄的子彈而喻 連候選人全家的大人小孩 祖宗八代無一倖免 罵對手不稀罕 攻擊對方的大老闆指導黃龍 才是製造高潮的選戰策略 他這次選舉 他一下是李總統 一下是李主席 那麼他要罵人的時候 他就是李主席 人家批評他的時候 他就是國家元首 相對於候選人的言論尺度 大眾傳播媒體可就差了一大截 不是記者不想報導 而是媒體老闆不給記者報導假期 台灣的股市向來是放暑假 但今年不放暑假放選舉假 今年夏天股市天天漲 成交量上千億是常識 但當股民期待選舉行情時 一個洪福案卻開了一個壞兆頭 讓股市從10月初移入大跌 成交量甚至跌破200億 即使新愛國大戶劉泰英 頻頻喊話進場 頂多也只有一日行情 真是情何以堪呢 通常來講都是選後漲的幾率會比較高 去年的選舉 選前是一個盤間的走勢 那麼從選舉前的4103點 到選舉前一天4163點 到後來選舉後30天的漲到5491點 以往這10年的紀錄大致都是選前比較出現盤矩的機率比較大 選後漲勢比較大 股市放選舉假 因此證券商也有空去幫候選人造勢吃飯去了 但這些選舉假期多半是大家偷偷摸摸的放 只有投票日大家才光明正大的放假 尤其這幾年正值台灣選舉旺季 一年好幾個投票日放著選民心花怒放 只有工廠老闆滿臉愁容 以製造業成為人員250萬人的計算 平均一天的工資1000塊錢 那麼一天的工資損失大概25億 那麼這25億的損失只是工資的損失 自己的營業的損失還沒有涵蓋進去 照目前這種規定 投票日一定放假一天 所以當然非常的不以為難 因為政治成本完全轉嫁由雇主負擔 不公平也不合理 老闆們建議投票日彈性放假或改在星期天 但為了投票率 選委會說 公民投票隔天就不補假 連續假期後 有些人會有批發煩亂 若有所思的症候群 老外叫這是曼德普週一憂鬱症 12月3日後 但願選民可別換了選舉假症候群 非得火辣辣的談政治才過癮 各位我們的電腦語音投票在10點的時候 就已經被電信局準時關掉了 所以呢今天呢 他這個宋楚瑜的心情是非常愉快 因為講的不是他 是常敬人 OK 那麼明天呢 在晚上7點50到9點50 我們有一個特別節目叫做選民開爆 由我漁夫所主持 那麼這個節目裡面呢 政黨有政見 你有意見 OK 你可以再當場公議下來 OK 好 下個禮拜一再見 今後宋楚瑜 點鐘 總监